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我这样写 它的意思是说 监听三次我的系统资源 每次间隔一秒钟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命令怎么运行 VM ST STATE 那我假设三 监听三次 监听三次 每次间隔两秒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看它隔两秒钟刷新一次 隔两秒钟刷新一次 最终刷新了三次 然后就终止了 那这条命令呢 它其实相当于啥 把我们的TOP命令 PS命令结合了一下 其实主要是TOP命令 它主要监听了一些什么东西 看进程数 内存的使用 交换分区的使用 硬盘输入输出的使用 系统资源的使用 CPU资源的使用 其实对我们来讲最有效的参数就是这两个 一个是内存的占用 另外一个是CPU占用 如果你仔细看 其实这两个 这两个东西 跟我们的TOP里面的内容是一样的 这里看 内存的剩余的空间数 空间 空余空间 那么CPU的空余空间 主要看的就是这个 主要看的这个 这里啊 有一个缓冲和缓存的这样一个内容 缓冲和缓存啊 我们稍微等一下 待会再来介绍一下 那剩余的这个交换分区啊 这个基本输出啊 其实对我们来讲意义不大 那其实它就是一个 可以 监听CPU和内存使用资源 但是可以不断的刷新 它比TOP的这个输出内容要简洁 而且有一个表格 如果我们习惯使用这种方法的话 它可能会更加简单一点 好了 这是第一个 监控的系统资源的这样一条命令 第二个呢 是DMessage 这个东西呢 是进行显示开机时内核的字典信息 如果啊 我们可能大多数人 如果你仔细看过Linux的这个启动过程 你就会发现 它有一个竖条 那个竖条当中允许你 其实它上面是允许你查看我们的详细信息的 详细信息在开机的时候会检测 包括你的CPU啊什么网卡生卡啊等等 一系列所有东西都检测一点 那系统已经开机完成了 那这个还可以再看吗 这个检测信息我还可以再查看吗 只要使用DMessage命令就可以了 这条命令的结果我们看一下非常简单 但是它的输出非常多 DMessage 大家就可以看到 它会把我所有的CPU计算机内核Linux启动信息 全部做过重新列业 看我拉到最上面了 还是没有显示权 说明这些启动信息非常多 那这么分杂的信息当中 我要想这个搜索出来对我有效的信息 光看手工器看可能会非常困难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利用管道服务 比如说我想看看CPU信息 你就能看到 它就会提取出来相关的启动的时候 CPU的自定机器 曾经有同学问过我 说老师你咋知道这是大写CPU 这个我事先小写的时候查过 不行后来我又试了一下大写 原来是大写 对吧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们CPU的一些基本情况 包括我的CPU的形状 包括它的主频 是不是都可以列出 对吧 那当然也可以看什么玩卡 DTA视频 都是可以看到了 虚拟机模拟的网卡 对吧 好吧 那这是查看开机信息 DMessage命令 大家不要看简单 这条命令虽然简单 但是很奇怪啊 我们很多同学 很多的学员去面试的时候 经常有企业会问 哎 Linux怎么判断你的硬件信息啊 那我们说 DMessage就是一个重要的 这样一个信息查看命令 重要 不难 但是要知道 好 第三个命令 是一个Fray命令 它的作用是 专门用来查看 内存使用状态 当然我们说 不管是刚刚的 我们呢 讲的VMState 还是我们前面学习的TOP 甚至还有前面学习的W 其实都可以看到内存的 呃 内存啊 W不行 W是看到的平均负载 都可以看到内存的使用状态 但是Fray这个命令呢 是专门用来查看 内存使用状态资源的 这个命令非常简单 其实什么选项都可以不跟 这些都是调整它的 显示的这个字节的单位 我们直达Fray就可以了 那我们看看 哎 它是按字节统计 字节啊 有时候我们可能得算 不痛快 那我们就加一个-M 我们习惯性的用照字节来说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内存总大小是 一个G 10006照币 当然 因为照币的这个签字节的换算 有点不同 我们计算机当中是拿1024作为一个签字节 所以啊 这种签字节经常换算的时候会不是太准 没关系 知道这是一个G 好了 他说有887兆被使用了 空闲的是119兆 但是这887兆并不是完全直接就被系统当中的所有的进程就调用了 而是他有一部分做了缓冲 有一部分做了缓存 也就是说 887兆当中虽然系统看起来他被占用了 但是他并没有被Linux实际占用了 而是有一部分做了缓冲和缓存 刨除了887兆当中刨除了缓冲和缓存之外的内存 才是被Linux占用了内存 那其实 是空余空间 空余可用内存 其实是这三个相加 但是对系统去查看的时候 他认为这个东西只是他是空闲的 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缓冲和缓存虽然没有被系统占用 但是当其他程序想要调用这个内存的时候 他就会发现这个内存其实被Linux占用了 所以他不能使用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内存 内存只能被Linux内核直接使用 这就是缓冲和缓存 那缓冲和缓存有一些区别吧 有一些区别 我们来说一下缓冲和缓存 其实要说缓冲和缓存 它有一个前提概念 就是我们内存的运算速度 要比我们的硬盘快 而且快得多 各位 我们现在的硬盘技术虽然发展得很迅速 比如说我们出现了固体硬盘 这是指的它的硬盘戒指 从传统的这种物理硬盘 就是一个大钢盘 一个盘 然后上面有瓷头 然后它在里面转 然后变成了固体硬盘 就跟我们的内存芯片一样 硬盘里都是一个一个芯片 不需要再有这种实际的物理旋转 这样的话它的散热效率 散热要好得多 而且理论速度要比我们的普通的物理硬盘要快得多 那硬盘的这个速度提升了 不光是硬盘 要说硬盘速度 除了要考虑硬盘的速度 还要考虑它的传输线和接口的速度 对吧 那我们现在这个硬盘的传输接口都采用了SASA三代 串口硬盘三代 小口的红口 R都行 对吧 那这些呢 都是比原始的传统的ID硬盘 ID接口和物理硬盘要快得多 但是呢 我们现在我们理论来说 我们的硬盘能够达到500兆 这个写入速度就已经非常快了 非常快了 我们现在能够达到几百兆的这种传输速度 写入速度的这种硬盘都非常容易 我们普通的台式机的这种硬盘 包括我们的这种什么移动硬盘 它的写入速度包括我们说固态那种原始的物理硬盘 它的写入速度也就是每秒钟几十兆 称此了100兆 但是我们说现在有一些好的固态影盘 加上我们的这种川普三代 能够达到五六百兆的写入速度 当然这是它的标称速度 在实际使用的时候 有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影响 导致它的速度降低 都是有可能的 而我只是说我们目前 但是我们的内存呢 我们说内存的 我们买内存的时候都知道 内存分什么1600的内存和1333的内存 这个1600和1333指的是什么 就是它的传输速度 1600它的单位是赵字节每秒 也就是说理论上每秒钟能够传输 1600兆币的数据 那远要比我们的硬盘快 硬盘就算我们最快的硬盘 现在也不过就是每秒钟500兆币 传输速度对吧 但是呢 我们的内存呢 现在是硬盘的好几倍 那这就是为什么有缓冲和缓存的原因 缓冲是干嘛 缓存 先来说缓存 开始 它是什么 简单的说 它是用来加速硬盘读取速度 是说 当我的计算机去调用一个数据 第一次调用的时候 只能从硬盘当中读取 把它读取出来之后 它会把这个数据先保存在缓存当中 那这样的话 当我有其他的这个程序 需要调用相同的数据的时候 我只需要到内存的缓存当中读取这个数据 而不需要去找硬盘 我们刚刚已经说了 内存的速度是硬盘的好几倍 那这个时候 我们到内存当中去读取数据 肯定要比到硬盘当中读取数据要快得多 那这就是缓存的作用 它的作用是加速数据的读取 那缓冲呢 就刚好相反 它是加速数据的写入 哎 你可以想象 我们每点一个数据 比如保存 我如果每次点保存 它直接就往硬盘里写 你的系统性能就会非常慢 那不是你每一次点保存 都会直接写入硬盘 而是你一保存 这个数据会暂时写在内存当中的缓冲空间当中 缓冲空间当中 buff当中 那直到呢 这个buff当中保存一定量的数据 在同时的一次性的写入硬盘 这样的话干嘛 避免了我的硬盘被这种频繁的操作 频繁的写操作 拖慢我的系统数据 其实我们就说 这两个东西都是内存 一个是用来加速 读取硬盘数据读取的 另外一个是用来加速 数据前路 好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知道了 哎 内存当中有一部分用来做缓冲 有一部分用来做缓存 哎 其实这一部分其实是没有被实际的这个进程使用 但是也不能被其他的应用程序交用 他只能被内核 Linux内核直接使用 对吧 缓存和缓冲啊 好了 有了和缓冲和缓冲 符瑞还可以看到swap空间 那我们说swap交换分区 基本上现在都不再实用 所以我这块给的非常小 512张 对吧 好了 符瑞命令 符瑞命令 说到这 第四个命令呢 是查看CPU信息 哎 刚刚我们用DMessage命令 然后用Graph的方式 可以看到相应的CPU信息 但是这是它的启动自己的信息 启动的自己的信息 但是呢 在我们的PROC目录当中 还有一个叫做CPU info的文件 这个里面保存的是我们CPU的 更加详细的信息 小心啊 我们说过 PROC目录是内存的挂载力 也说一旦断电 这个里面的数据是不是就会消失 说明啊 这个CPU信息是 每次开机 它都会检测 检测完成之后 写入这个文件 一旦断电 这个文件里的内容就会释放 很简单 我们的CPU有可能在关机之后 有可能去换 换个CPU 这个信息就要重新检测 对吧 那同样啊 这个里面的内容 其实详细的内容 不详细说 主要的还是这个 主频和CPU型号 对吧 这块有一个换 这个二级缓存的这样一个大小 CPU的缓存大小越大 它的性能越好 对吧 好了 查看CPU信息 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看DMessage 另外一个就是看CPU 对吧 那还可以使用Uptive命令 这个命令呢 可以显示我们的启动时间和平均负载 其实就是TOP命令的第一行 跟W命令看到的内容完全一样 我们看一下 TOP命令是有第一行显示我的平均负载 对吧 那么Uptive呢 也可以看到这个命令 W命令呢 也可以看到相对应的这一行 对吧 那Uptive它类似是说 看你的系统的运行时间 但是呢 它其实就是看TOP命令的第一行 对吧 这个命令很简单 不多说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说一下 查看我的当前系统和内核信息的命令 这里面的这几个命令有几个 我们分别来看 先来看第一个命令 叫做U命令 它是查看我们系统内核版本信息的这个命令 如果加-A 会看内核所有信息 如果加-R 是查看内核版本信息 -S 看内核的名字 我们试试 U内蒙 U内蒙 -A 它就能看到 看Binnings 当前操作系统 Binnings的内核信息 几天几月几分 适合于哪种硬件平台 那如果是-R呢 我就能看到 2.6.18 2.6.32 我的标准内核系统 如果是-S呢 这可没啥意义啊 看到的是 我当前的操作系统是Linus 对吧 好了 那这就是U内蒙 它的最主要的作用就是 看我当前的内核 看内核版本 确定一下你的内核版本是多少 好 非常简单啊 接下来呢 我有些同学曾经说 我能不能判断一下 你的操作系统是32位的 还是64的 那呢 Linus当中没有直接查看操作系统 位数的这个命令 除非你安装的时候 你选择的光盘是32位 还是64位 还是你装的 那你就应该很清楚 但是万一这个系统不是我装的 我要想去看一下它的操作位数呢 它没有直接的命令可以看的 但是啊 没关系 我们可以调用Fyre命令 Fyre命令大家都知道 它是查看文件类型的命令 那我只要用Fyre命令 去查询一个系统的外部命令 注意不能是S呢 内部命令 去查看一个外部命令的这个格式 看看这个外部命令是什么类型 它就会顺带的显示操作系统位数 比如说 我们Fyre 看一下并下的Alice 你就能看到 它说明我的这个命令是32位 Linus当中使用的 这是一个 就等于说是稍微绕了个弯子 没有直接命令可以查看到我的操作系统位数 我们只能干嘛 去查询它的可知名文件的 查询它的系统外部命令的这个文件类型 它就会顺带的写出我的这个操作系统位数 任何一个命令都行 只要是这个外部命令就可以 但是不能是系统的12内部命令 好了 这是如何判断我的操作系统位数 是32位还是64位 我还需要你判断一下当前系统的发行版 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Linus当中有很多发行版 RedHead系列和有关图系列 对吧 那内核它们都可能是一致的 我那个前面的U内部能够看到内核 我看完了内核我怎么知道这是RedHead呢 还是SantoS呢 还是Ubuntu呢 这时候就需要利用一个叫做LSB 下滑线Release的这样一条命令 LSB下滑线Release 它就会告诉你 我当前使用的是SantoS的6.3版本 而且是它的最终版 这条命令的作用是查看发行版本 D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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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ript Script 查看我的发行版本 是3-S 没这个意思 没错吧 那你要是RedHead呢 看到的就是RedHead 如果是Ubuntu呢 看到的就是Ubuntu 好了 这是查看系统发行版本的 那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是列出进程调用的文件 我们前面用PS命令 可以看到系统当中有多少进程 但是我如果想要知道这些进程 它到底调用了哪些文件呢 这个时候就只能利用到LSOF命令 它的作用是列出进程调用或打开的文件 这个进程调用了哪些文件 它可以有这样几个选项 -C用字符串的方式来查看 -U是查看用户名调用的这个文件 -P用PID 那我们看一下最主要的 最常见的 比如说 我想看看SSHD 这个进程 它占用了哪些系统文件 我们就可以LSOF 然后-P 后面加进程号 它就会列出 看啊 SSHD占用了跟 跟下的这几个表本 还有几个模块文件 等等 这些文件都跟我的这个进程的启动 所必不可少 那用PID是用-P 那我要用-其他的呢 比如说我把Apaq起来 我把Apaq没装什么 那就那就不查了 那我们看一下INT吧 我们一直在说 INT是 我们的系统第一个进程 对吧 那我想知道INT这个进程 到底调用和打开了哪些系统文件呢 就可以LSOF-CINT 按字符串来查找 它就会看到INT调用了跟 跟下的这个SPM下的INT 还有几个模块 对吧 这些文件 这些文件跟IT进程相关 也说 LSOF的作用是反过来 查看进程调用和打开了文件 打开了哪些文件 好了 知道就可以了 好 这节课呢 我们讲的一些查看系统信息资源的这些命令 这里面呢 我个人觉得常用的可能就是DMessage 查看系统的起源信息 然后PROC下的CPU info 查看这个CPU信息 用内容命令 查看我们的这个当前内核版本 对吧 然后LSB这个下滑线的Race 查看我们当前的发行版本 对吧 还有FRE命令 查看内存 其实常用的命令是这些 好 这节课的内容非常简单 就是一些系统命令 好 这节课内容就直接 我们下节课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汐车Linux微信公论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的 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